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源自于英国的切尔西靴 它是在2017年世界球鞋设计大奖赛上获奖的一个作品 从它鞋底的这个P就能够看出来 P代表Pencil Pencil是世界球鞋设计大赛的主办方 也是世界唯一的专业的球鞋设计教育机构 除了鞋面很像切尔西靴以外 其他地方它都以未来感的方式去做了变更 鞋后根会凸出来 整体是流线型的 会有运动感 鞋前端有防水的压胶处理 侧面是用这种鞋开式的拉链 然后鞋面的材料是弹力的织布 鞋底是用的是PU材料 跟一般的EUA材料不一样 它更加的柔软 更加耐用 但是也因为PU的材料是不稳定的化学键 会导致它容易被其他的潮湿的一些环境下会被腐蚀 EUA化学键比较稳定 不容易被降解和腐蚀 然后导致它不环保 一年人类扔掉的鞋有多少 三亿双 你知道三亿双怎么处理吗 大部分是填埋 那么填埋之后 一般的鞋子都有这样的EUA的 那么这样的材料在地下 要通过一千年才能降解 PU的话因为它容易被降解和腐蚀 所以PU材料直接埋在土地里就是可以被降解的 非常环保 这双鞋PU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它的重量会有点重 你看这双鞋并没有任何多余的结构和设计 但它的重量已经会要达到单只400克了 因为PU的重量比EUA要重 大家一般只能在登山鞋和户外鞋上看到PU的使用 在篮球鞋跑鞋这种要求轻量化的鞋上会有更多的EUA搭载 所以PU的一个缺点就是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拉链太小了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找到这个拉链头 然后往下拉 拉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有点不顺畅 往回拉的时候 因为你的脚踝骨是凸起的 也会感觉到有一定的问题 这双鞋的大货板将于1月10号之后退出 那到时候我们也可能会为他们官方做一波宣传是充了值的 但是呢我们的问题也会更加深入 我们会问到为什么这双鞋的设计图是这个样子 但它的实物呢却是这个样子 描述已记录 下一位